这是彼得堡Park World机场 今天是飞成都的航班 穿航很有意思 就是在登机前做的这个机场快速核酸 谁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他就先念谁的名字 然后去取票 然后取完票之后回名 大家也看到了有俄罗斯人也可以登飞机了 现在就是政策也放宽了 外国公民有学生签的是可以入境中国了 但是机票还是非常贵 这个航班我昨天看了一下 他的机票差不多三万多人民币 是拍摄的 这天的最好的 你自己的资格 你自己的资格 是什么 你自己的资格 你自己的资格 你自己的资格